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的10月17号,星期六,休息天 每到周末呢,我就喜欢聊一些总结性的东西 最近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调整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就是聊一聊你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整体的大A 还是这句话吧 我们的大A啊,其实它不适合你们绝大多数人来玩这个游戏 先说一点,想到什么说什么哈 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玩这个游戏还是有割肉行为,经常割肉 比如说10笔里面有个两三笔是割肉的,对吧 这个频率的话 那么我可以说长期以往的话,1000个人里面是999个人输,一个人是报复的 就是这样一个游戏 也就是说你现在如果玩这个游戏,你是10笔里面有两三笔是割肉的啊,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两三笔割肉的是亏 其他七八笔都是赢得多,对吧 这没有,你现在只是10笔,你要展示到1000笔里面去,你才会有用 但是你要做1000笔交易,没有三五年是做不下来的 所以说长期以往,只要有所谓止损的,那么999个人都是输家 还有一种人是什么赢家呢 就是认死里的 就是买一个票就拿着,不赢不出,就像我现在这种样子 但这种呢,他要拉长很远的一个曲线来拉长 就是说,如果正好遇到不巧,遇到个熊市顶端 比如说他是14年买的 他经过15年,他可能要到这轮牛市才会解套,对吧 但是呢,他只要一直拿着,不断的每个月去定投的话 他也是可以赢的 而且呢,这种做法呢,最怕什么呢 最怕就是踩到雷,ST被退市 所以说巴菲特教他们的子女 以后,如果他百年以后,让他们就去买指数基金 就是ETF 买了ETF以后,只要是定投ETF 巴菲特想过的,只要定投ETF 只要美国还在 那么他们一定是盈利的 所以我们中国,你只要相信 我们国家现在是欣欣向荣的,对吧 每个曹代,我以前也说过 每个曹代 60年到70年都是它的鼎盛时期 70年到100年之间也是鼎盛时期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里面 你只要定投,没有问题 定投的话 ETF或者定投基金也可以 你只要有这个耐心 根本就不用去看每个月工资的多少钱去定投 长期以往 一定一定一定在退休的时候 比国家给你的养老金要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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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但是你做不到而已 这是,好吧 这是一个方法 嗯,今天这个想说的 另外一点想说的呢 经过9月份 现在讲这个话题蛮有意思 就是说你们知道熊市的残酷了 对吧 其实9月份这种调整 完全是牛市里面的调整 这么说啊 你们在国庆节前可以看到那个 连续五连鹰 对吧 还是平台整理的五连鹰 啊,就是不下去 吓死很多人 对吧 吓死很多人 都割了 能割的都割了 像这种行情啊 完全用我的观念来看的话 完全就是牛市 你知道吧 这是牛市才会有的 再说一遍 这是牛市的初期 还没 真正的牛还没有来 才会有这样的走势 如果是所谓你们所谓的熊市的话 哪来的高位挂五连鹰呢 不可能 早就下了一些千里了 还让你们什么游游游游游游游 在熊市 你们只要经历过 一一一二 零三零四零五年的上半年的这种老 超级老股民 你们就能知道 或者说你们经历过一八年的下半年的话 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熊市 就是你一个稍不留成 再去看一看手机已经下跌百分之二 再稍不留成再去看一看下跌百分之五 第二天又是百分之二 又是百分之三 第三天回个百分之一 第四天又是百分之二 你稍不留成就是百分之二百分之三 百分之三 而且是没有人接的无量银跌 现在知道什么叫做股市的可怕吧 股市的可怕在于什么知道 在于没有人陪你玩了 你手里的筹码没人要了 这是可怕的地方 像现在这个筹码在国家队手里大批的在 你之所以五连英没有跌下去 是因为你手上的东西不仅仅是你有 老板也有 市场主力也有 他们比你多了多 所以他们只能吓你 而不能真正的去打下去 真正的打下去的话 他们也受不了 所以才会有五连英 才会反上来 你如果连九月份这种调整都受不了的话 那么你正好就中了这个圈套 中好中了这个游戏最要命的地方 就是说你现在割了 好到时候涨上去了 你所有割的票的成本 你自己心里是有数的 到时候全部会涨到你买入了价格 而且会让你盈利 你记住一次了 下次又割了 又回到你全部割入的成本价以上 连续两到三次以后 你终于明白了 原来这个游戏只要不割肉就能赢 好 下一次就一去不复返了 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玩过 就中过这种标 所以说我在2002,03,04这三年 彻底不玩票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玩不过它 后来再回过头去看 原来是我 整个大盘对我这一群小牌 是一种习惯性的培养 当我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 再来一个总的收割 我们现在这一轮牛市就是这样 在培养 在培养你们割肉的习惯 割完了长回去 割完了长回去 然后呢 最后一次 你们终于所有人都知道了 不要割肉都会回来的 好 一次总的收割结束 一定是这样 大概率是这样的 这是我的一个预判的感觉 这一波上去一定会 大概率啊 我感觉会创一个新高 到11月份我估计大选结束以后 应该会创一个新高 然后基本上那时候割的人 全部去会去看当初割的那些票 都回到了成本以上 而且都有赚 第一次让你们惊疼 让你们懊悔 然后你们忍不住了 又冲进去了 再调整 再一次让你们割肉 再一次到明年初 可能春节以后再上来 然后就这么周二复始吧 这是我想好的剧本 这个剧本 20年一个轮回 觉得蛮有可能性的 应该差不多20年一个轮回 好吧 今天洛里巴索又说了那么多 主要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段时间特别调整的日子里面 你可以回想一下 你以后到底想一想 到底以后怎么参与这个市场 是定投好呢 定投ETF好呢 还是就是买几个票 买几个票肯定比ETF好 你知道票选的好 我一直跟大家说是选长线啊 不是中线 中线你看我那个中长线小圈子里面 还是有很多科技类啊 包括那种体材类的票啊 但是我如果做我是做长线定投的话 我是基本上都是消费类的 消费类永不败 消费神话永不败 这个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而且消费类的 你只要买到国质背景的话 长年累月下来的话 一定一定一定跑赢大盘 跑赢 ETF 跑赢 可以联系我 里面都有我联系方式啊 想参加大版小圈 中长线小圈 可以联系我 拜拜